《任性教义系统神学》和《改革中神学》 我再一次地强调 这次的课程是神学的导论 导论而已 而不是每一个题目都很详尽地去探究 所以重要的是各位抓住 掌握到每一个观念的重点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们上一课所讲的 耶稣的天国的教训 这本或者很多书 我们还没有发出去给各位 因为这个是新阅神学一的教科书 抓到这个阅的重点 天国的重点 律法的功用 就是我们这两课的目的了 任性与任性的教会 这是第一个题目 我们传统的教会 很少有人刻意地去想通 然后表达承认自己的信仰系统的人 或者说在自己的神学信仰上 是非常地有自我意识的 教会受到反制反理性传统的影响 加上最近的功利主义 就是说特别强调教会 无论如何都要增长 人数要增加 还有加上世俗的心理学 对神学与辅导的所谓的融合等等 反理性教会增长 心理学 市场学等等 所以对神学 对真理是什么 对我们信什么 往往越来是越模糊的 认为承认我们的神学立场 往往是不重要的 有人说 我们提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有人会说了 那这个究竟是神学问题 还是信仰问题 言下之意就是说 假如神学问题是不重要 那是神学家讨论的问题 不过假如是信仰问题 我们就要讨论咯 我们信仰必须是纯正的 那这个是一种 不明白什么是神学 带来的一种的看法 其实呢 下面我们会看到 承认我们所相信的 是很重要的 教会是知道 他必须承认信仰的 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素质 是圣灵种下的道的种子 可是 因为历史上种种的原因 刚才说过的 反理性传统 公理主义 还有新派神学 不相信圣经的神学 或者已经改变了 福音派的神学家等等 华人教会在教义的了解和推广 是非常软弱的 有待培养真正有意识的认信 有意识的认信 self-conscious confession 就是我们需要培养自己呢 是一个相信又承认的基督徒 相信又承认的传导人 相信又承认的教会 第二条段 任性confession 什么叫承认我们所相信的呢 根据圣经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是上帝对我们 起码的要求 在人面前承认主耶稣 主耶稣也在父面前认我们 所以认信 我们的信仰 与我们救恩 是有关系的 新约所要求的认信 英文是confess 那confess这个字 homo logeo 这个字呢 与承认自己是罪人 是同一个字 但是是不同的意义 confess 承认信仰 相反词就是不承认 不认主的意思 好像威敏斯的信仰告白 就是一份信仰的承认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也是一份 对信仰上的宣告 或者是承认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那里呢 中文没有把这个字翻出来 但是呢 这个意思呢 确实在原文里面的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十二到十三节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造 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 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 美好的见证 那这个见证呢 就是 confession 主耶稣基督已经做了 那个美好的见证 保罗说我们也要做 那个美好的任性 美好的任性 a good confession 主耶稣做了好的任性 祂承认了真理 我们也必须跟从祂这样做 我们承认并认同我们所相信的 而承认的并不单单是 个别的教义的承认 而且是对整合的 整体的信仰的系统的承认 也就是说 我们相信并且承认 所有圣经所教导的 这个是每一位信徒 传道人 每一所教会 必须要做的 所以 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承认 而且是整个教会 一间的教会 而且普世的 主耶稣在地上的身体 向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的宣告 一个任性真理的基督徒 就是一个有真理立场的基督徒 我们在这里应用一下 二十一世纪需要的就是任性的 或者说有道可传的基督徒和教会 我们往往说 二十一世纪所需要的 岂不是传福音吗 是的 我们要传福音 还有一万的人还没有 上一上万的人还没有 听到福音 没有归向主耶稣 可是一个教会 假如无道可传 没有道可传 没有刻意地相信 承认表达宣告他的信仰的话 试问当我们传福音 以能归主的时候 他们进入到怎么样的一个教会 他们加入了怎么样一个基督徒运动呢 我们是不是要软弱 基督软弱下去 越来越多人软弱 站不起来呢 所以二十一世纪需要的是 有道可传的教会 查经班 团契 主儿学等等 教会里面 讲台和教导施工 必须要强 有道可传 与任性 是相互相承的 好了 我们继续来讲 第二个主题 教育 或者是系统神学 什么是系统神学 什么是系统神学 我们上两课 我们前面两课已经说过 什么是圣经神学 记得吗 圣经神学 相信圣经是统一的 先后不矛盾的 可是圣经 也恰恰就是 一个历史的过程 是启示的历史 是救赎的历史 所以圣经神学 要研究的 就是神在这个 启示历史 救赎的历史中 或者在这个历史的 某一个阶段 他启示了什么 所以圣经神学 是以救赎历史 作为架构的 一个圣经神学的观点 就是一个 救赎历史的观点 系统神学呢 系统神学 要问的问题 是整本圣经 从创世记到启示录 整本圣经 关于某一个主题 教导我们什么 整本圣经 教导我们什么 当然 系统神学 是建立在 解释圣经 研究圣经 和圣经神学 这个基础上的 没有圣经研究 没有圣经神学 不可能有好的系统神学 所以系统神学呢 是采用解经 和圣经神学研究的成果 然后分一些的主题 英文是locos or low side 一些topics 一些的主题 来归纳 整本圣经所教导的 那在传统的系统神学呢 我们一般会研究下列的这几个主题的 启示论 什么叫启示跟圣经 神论 神是谁 祂的作为是什么 祂的计划是什么 祂的俗性是什么 人论 人的起源 人的犯罪 神对人起初的要求等等 罪论 罪与堕落 有人在这里也查了 天使跟魔鬼论 基督论 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 耶稣基督是神在永恒里 所预定的宗宝 比赛亚救主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道成肉身是神人二性的 主耶稣基督身为我们救主 是先知 祭司 君王 这些是基督论 救赎论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顺服 为我们作为挽回祭 为我们赎罪 使我们与神和好等等 买赎我们 然后救赎又由圣灵运行在 相信的人身上 就是神的道 呼召人 重生人 人悔改 相信 蒙恩称义 作为神的儿女 与基督联合 成为圣洁 被神所保守之道永远 最后得到荣耀 那这个是救赎论里面的 系统神学 教会论 教会的目标是什么 事工是什么 教会应该有哪些的职份 教会应该遵守哪些的胜利 教会怎么样承接管教犯罪的人 等等 教会论 还有末世论 有人也把伦理学也归在系统神学里面 好 所以系统神学是按照不同的主题 启示论 神论 人论 天使魔鬼论 罪论 基督论 救赎论 还有圣灵论 教会论 末世论 按照这些的主题来归纳整本圣经 对这些主题的教导 约翰·加尔文在1539年 写基督教要义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的第一版 一直到1559年 最后一版面是 对不起 1536年写他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 当时他有一个负担 就是要教导信徒们 读圣经的时候 应该问一些什么问题 我再说 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的原来的目的 就是引导基督徒 读圣经的时候 应该要问的是哪些的问题 坦白说 可能我们在对圣经的整体的主题 掌握得不太准确 或者我们有一种先入为主 以人为中心的读经法 或者我们喜欢流水障的 逐节逐断的读 无论如何 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华人 中国人读圣经 我们比较广东人说八卦 就是这个人 这个越南 他悔改了没有啊 我说他没有悔改 你说呢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 没有抓到圣经的重点 其实越南有没有悔改呢 越南书第二章第九节 明明说越南说 旧恩是本土也有华 但是呢 我们很多时候问一些 肢解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懂得 怎么样问问题 我们究竟像圣经 要在哪方面要求学 要领教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系统神学 与圣经研究相互相成的 使信徒成熟 使教会成熟 你说没有系统神学的基督徒 也可以做基督徒 从生得救吗 其实呢 没有一个基督徒 是没有系统神学的 当你清楚从生得救 悔改认罪信主的时候 你就对主耶稣 对圣经 对神的恩典 有某一种 初步的 初行的看法 这些就是你的系统神学 你觉得很粗略 简陋 不过那个是你的神学 然后呢 随着年日 你读圣经 在神的道上长进 你的系统神学 就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符合 整本圣经 的教导了 爱德华兹 约拿丹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十八世纪的一位 后代的清教徒 大觉醒 福星运动的领袖 他有一个原则 他说 我们对每一段 也就是每一节的圣经 怎么理解 要根据我们对 整本圣经的理解 你说我对整本圣经 还没有掌握 我再说 你从做基督徒开始 你就有对整本圣经 某一方面的理解的 虽然是很简陋 但是你是有的 我们要的是把我们的神学 我们的信念 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看法 的理解 把它丰富 成熟深化 所以没有人 是没有系统神学的 那你说 既然是如此 那是不是必须要有 好的系统神学 才算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 我会这样说 有些事情是个人的看法 所以不属于绝对真理 各位可以花一点时间 反复思想 我个人认为 也是参考历代的 先行先证的看法 一个和服圣经的系统神学 一套和服圣经的系统神学 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但是对基督徒的成熟 和对教会的成熟 坚定在时代上 做有效的见证 确实必须的 我再说一次 有一套完整的神学 不是重生得救的条件 我自己出生并不在一个 改革终神学的家庭 神假如要求我们 每一个人把教义都搞得清清楚楚 一点瑕疵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矛盾 才能够得救上天堂的话 我个人认为天堂是空的 假如我们一定要把神学搞清楚 才能做基督徒的话 那没有人得救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圣经神学教义上 在一条长进的道路上的 都是一个过程 不过一套符合圣经的神学 却能够帮助教会 成熟喜乐 有盼望 有能力 向世代 向社会 做见证 下面我们花几分钟来讲一讲 什么叫做改革终神学 或者是归正神学 Reformed Theology 改革终和归正 这两个名词 都是翻译英文的 Reformed 后面有ED Reformed Theology 今天在2008年 在21世纪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的信徒 自称自己是改革终 是归正的 是非常的归正的 其实只不过是敬佩某一些的 自称为改革终的领袖 或者听到一些的口号而认同 包括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 请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加尔文主义五要点不重要 我说有一些的基督徒 自称自己是改革终 其实呢 他并没有对改革终的信仰 有完备的 有全面的理解 只不过是敬佩一些的领袖 或者听到一些的口号 就认同了 同情了 非常的兴奋 包括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各位亲爱的主义的弟兄姐妹 我可以这样说吗 容许我下面多加一句 也同时有一些的基督徒 自称自己是亚敏念主义 也没有好好去研究 亚敏念自己对自由意志的定义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 不倾佩一些改革终的领袖 不同意或者反对预定论 或者是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的 某几点或者五点 所以他们严格来说 不应该被称为亚敏念主义者 他们应该被称为反加尔文主义者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再说一次 反对预定论和亚敏念主义 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同时一个自称自己是加尔文主义 而明白加尔文主义 或者改革终的意义的 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 我生长在一个亚敏念主义的环境 加上时代论的末世论 我认识改革终神学 要到大学时期 当时我接受了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同时参加茶经的准备 参考一些很好的茶经的材料 比方说颜经日课 今天差不多很难找得到中文版 找得到的可能是清晨 经诗主化 或者其他茶经材料 圣经新词典 圣经新诗 丁道尔 新约 圣经注释等等 当时我就非常的兴奋 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我很多问题的答案 马上就自告奋勇了 做了一个十字军 加尔文主义的十字军 凡 见到朋友们 就给他们辩论预定论 有些朋友 过了三十五年以后 只记得 我就是一个辩论预定论的 一个小伙子 我再说 有些人是认同某些改革中的领袖 没有搞通什么叫改革中 就自称自己是改革中 结果是对很多组内的同工 带来很多不必要的伤害 今天我在网络上这样说 加尔文主义改革中的运动里面 的确有一些的肢体们 是正在伤害一些 对改革中的神学 没有那么多接触的 一些的组内的同工同道 弟兄姐妹 可能是在地方教会团契里面 或者是对一些改革中以外的 一些的支派有所冒犯 这个我们没有资格代表他们道歉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 这个不是改革中真正的精神 什么叫做改革中信仰 其实改革中不仅仅是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其实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你一定要加主义这两个字 不是加尔文五要点 加尔文主义五要点 是加尔文的学生到了荷兰 荷兰的改革中教会里面 有一位神学家改革中的神学家 但是他提出五个抗议 这五个抗议刚好是跟改革中神学 是相反的 在1609 1610那段时间 在荷兰多特这个地方 教会就召开了会议 定了亚明年跟他的跟随者的五项抗议 定了这五项抗议为一端 因此反过来说 荷兰的改革中教会认为 反对亚明年主义的五要点 就是改革中教会 荷兰改革中教会的信仰 坦白说 这个五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完全堕落 上帝无条件的拣选预定 就是不是预知人的信心而预定 耶稣基督有限的救赎 就是主耶稣来在十字架上 救赎了神所拣选的 圣灵无可抗拒的恩典 就是圣灵来抓住 得到一个人 这叫护照同生 第五信徒的坚忍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坚守保守那些 他所预定主所买俗 圣灵所重生的人 这五点不是改革中的全部 除了这五点以外 我们要考虑到神的主权 神的恩典 神的大能 祂的掌管 今天我们也讲过了 神的约 神的果度等等 约的神学 在护教方面 改革中有前提派的护教 犯太儿的贡献 还有对文化使命的贡献 改革中怎么看家庭 怎么看教会 怎么看圣礼 就是洗礼跟圣餐 或者是薄饼聚会 这些都是改革中信仰的 不同的部分 还有关于得救的确据 还有关于律法的三重功用 既然是因性称义 那好行为重要不重要呢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信心 这些都是改革中 什么叫敬虔 福星是什么 这些都是改革中信仰的部分 所以改革中是一个有五百年历史 在不同国家所发展出来一个运动 不可以光是用五项要点来概括 所以这个就是改革中了 人的软弱不能够遮盖了 神在历史上五百多年所做的功 最后我说 改革中是福音派 福音派就是凡是相信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改革中是福音派大家庭的一部分 对华人教会 对华人的存证或者保守信仰的教会 要做出某种的贡献 改革中信仰绝对不是 肯定不是绝对真理 只有圣经才是绝对真理 凡是你听到某人说 改革中就是绝对真理 我都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话 那个并不代表改革中真正的精神 可是改革中的确认为 他所教导的一套的真理是符合圣经的 就是不折不扣的基督教 那对一些反对预定论的 所谓亚明年主义弟兄姐妹 听起来是很刺耳的 不过这个也不妨我们好好去研究 不同派别的神学究竟是信什么呢 我们愿意介绍一些对教会有帮助的 是教会成熟有帮助的 一些的圣经的教导 盼望我们讲完之后 你们会这样说 原来就是老旧的古旧诗教福音 假如你这样看 做结论就对了 假如你说听完之后 你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东西的 那这样子可能我的神学就有问题了 假如你听完之后 你觉得改革中神学里面 大部分都是我们以前听过的 就是我们老旧的福音 那就对了 就感谢主 应该是如此的 因为信徒的心里面 圣灵的深处 应该就是爱主耶稣 相信圣经 爱教会 爱上帝的 我们下次再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